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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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故意骗我们的话 为什么不把蓝绿色线对调 反而换个红色让我们发现 他故意混淆视听 想浪费我们的时间吗 这只是你的揣测 但是拆弹组的资料是专业的 在资料有限的情况下 我们应该相信专业人士 那那那那 没人规定什么颜色的电线 接驳什么装置吗 今天可以选黄色 明天选红色 后天选绿色呢 照你这么说 炸弹狂徒 选什么颜色电线 都是随机的话 我们讨论的问题全都不成立 不要再吵了 没时间了 你管它是什么颜色 总是随便剪一根 可能它是色盲呢 来 我说了三 一起剪下去 一 二 三 行 行了 行了 坐坐坐 开了 拆弹组已经顺利移出了炸弹 在停车场引爆 没人受伤 你们放心 根据拆弹组组员的报告 这次炸药的分量比上次多 如果两个炸弹都在警署里面爆炸呢 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幸好有萌色 还有Madam Chen 我才剪回一条命 对了 你们怎么知道 剪哪根线可以拆除炸弹呢 还得感谢你 其实我和萌色一直都想不通 那个炸弹狂徒 为什么突然换了电线的颜色 但是听您一说 可能他是色盲啊 因为色盲的人呢 他分辨不清颜色嘛 红色和绿色对他来说是一样的 所以对炸弹狂徒来说 电线的颜色没有变过 在他眼中只有蓝色和灰色的线 所以如果上次剪绿色就可以拆除炸弹的话 这次剪红色理论上也可以拆除那个炸弹 但是色盲也分很多种 有蓝色色盲 有全色盲 整个逻辑会完全不一样 你们怎么知道剪红线和绿线 我呦 当时我们只有十秒时间 管不了那么多 就赌一把了 赌输的话就 拆弹组在炸弹里面找到这张简报 虽然我们这次成功拆除了炸弹 但是不能保证炸弹狂徒不会再来 我和三元研究过了 你们两个暂时搬到安全屋去住 直到抓到狂徒为止 好啊 能够 算了 我好歹是STO的执行者 我绝对有能力保护自己 我不需要什么安全屋 我知道你有能力 但是上头很重视这个案子 不能再让他们有机可乘 你配合一下 至于安全屋方面 三元会安排的 喂呀 你怎么会遇到这种事啊 这么倒霉 一个星期两次炸弹啊 是倒霉 不过幸好有猛伞 所以没事 你那个男神 好像也是歪打正着 才检队电线拆除了炸弹吧 萌色这不叫歪打正着 是属于 优秀警察 特有的 直觉 怎么收拾这么久 你好像只是去安全屋 又不是去欧洲旅行一个月 要带这么多东西吗 我哪知道去多久 可能一两个星期 可能一个月呢 而且去了安全屋呢 不知道汤圆怎么办 我怕送他去宠物酒店呢 他会不开心 会抑郁 要不你过来帮我照顾他 别指望我 我没养过猫 我不懂 这栋安全屋有两层 地点是绝对保密的 房子里面没有电话 如果要跟外界沟通呢 就必须 嘿嘿嘿 好了吗 这些规矩我比你更熟 你和你手下在这儿等 有需要我找你 别偷懒啊 我只要是 你不想看 我自己会 你不想看 你不想看 我就是我 我只是看你 这儿 才是 你不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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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 又是 你不想看 你怎么会在这儿 是Madam Chen带我来安全屋的 没错 不不不 等等 等等 那说清楚啊 那这栋房子呢 是我的 OK 正确的说法是 这个安全屋属于你们两个 真的 我和Visa商量过了 既然你们俩都是 炸弹狂徒的目标 安排你们住在一起 方便我们调配人手 Objection 那我拒绝 给个陌生女人同居啊 Sorry 因为警队资源有限呢 这个决定Visa也同意了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可以找Visa 我下去视察一下环境 你们谋合一下啊 岂有此理啊 遇到这种事 我们进去 我们进去 不接电话 喂喂喂喂喂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哎呀 这里呢 一间房 一张床 那我和你 能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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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 你想都别想了 这张床呢是我的 这张床呢是我的 这个房间呢也是我的 这叫做先到先得 OK 当然了 你先来的当然你用 那我睡外面的沙发就行了 哎 你别走 拜托把你的猫一起带走 喂 唐云 come 我们出去啦 陪你在沙发上睡 OK OK 你看萌色人品多好 最后他还是把房间让给我们啦 那 我们要在这儿住一阵子 你乖乖的 以后别随地撒尿了 OK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未能接通 请稍后再拨打吧 喂 单车 不用装了 我知道是你 Hanson 我知道你不开心 将就一下 你知道个屁 知道你会这么做吗 我早点说你会开心一点吗 他那只猫一车不吭 在我房间里面撒了一大泡尿 现在整个房间都是尿味 我根本没啥睡 我宁愿睡可听 你猜猜我现在跟谁在一起 男神 你们住同一个安全屋 是啊 没拍拖就同居 你们进展得好快啊 其实我现在呢有一点烦恼 然后有件事需要你帮帮忙 我告诉你啊 我不需要保护 我现在就走 你能不能反过来想 你在安全屋里面不是受保护 是保护戴安娜 你是飞虎精英吗 难得倒你吗 你不用耍嘴皮子了 就算上班也有下班时间 展成 喂 不跟你说了 老婆找我 喂 喂 其实呢 这家店呢不怎么样 你看装修又旧是吧 是啊是啊 这些菜呢味道也很一般 是是是是 你看 他最出名的脆皮上男 皮不够脆就不说了 肥肉太多了 相比之下呢 还是以前我们生计 好吃多了 喝茶喝茶喝茶 谢谢谢谢 小心烫啊 嗯 生计老字号当然好了 不能比的 哎 妹妹 晨到了 两岁 哦 我听说这里的菜好吃 所以就约了赵熙来 大家一起吃 哎 坐 哎 菜不够的话 再点啊 哦不用了 我在警局吃过 我想着来接你走 你没吃完呢就 慢慢吃 我先走 不行 我跟你一起走 不过呢 这里最出名的烧鹅 我还没有吃到 哦那就 点个外卖 回去慢慢吃啊 好啊 哎你好你好 哎 收额外卖 顺便买单 那要半只还是一只啊 一只 没问题 谢谢 哈哈 当然要一只了 我一个人都吃一只 是啊 谢谢你啊 不用 跟了几天 这个Danny仔的脾气很暴躁 动不动就打人 与傅家也不少 不爽归不爽 一般人不敢反抗 毕竟她是 原英金爷的头马 除了浩南 你觉得是浩南派人 炸他的快餐店 原英最有机会做接班人的 就是Danny和浩南 他们平时就暗地里较劲 现在几乎都到明面上了 我也听童辽说过 前几个星期 Danny仔和浩南約出了谈谈 两边带齐人马 差点打起来 还好当时 那一区的同僚赶到 才没出事 不过他们怎么可能 就这么算了 所以浩南派人 搞Danny仔的场子 一点也不奇怪 他们是浩南的手下 又是他们两个 搞了这么久 搞定了吗 当然搞定了 厉害吧 臭死人了 刚刚出炉了 我这几天 吃了很多上火的 说起来觉得很燥 我把屎杖宝放进去 这里肯定连充几天呢 做了好啊 那一会儿我引开它 以间急行事 小心一点 走开 有没有人说 你很像Andrea Baby 嘴巴前也没有折扣几位 不是啊 我手机呢 没电了 我想找个地方充电 那帮不了你 走两个路口 找Bili电充吧 别这样 其实我约了我外婆 在这儿等 半天等到她 手机又没电了 我怕她找不到我 看你这么帅帮帮你 你等我一下 我拿充电器给你 好啊 搞完快餐店 现在想搞桑拿 不着急 搞什么还不放 这个机打得太死 解不开用 用嘴咬 你的嘴啊 快点啊 好玩啊 我打开 我打开 然后这个 我打开 你敲'. 我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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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敲开 我打开 我打开 当机 来 过来啊 你过来 过来啊 过来啊 有种就别跑 转什么 人都了不起啊 迪哥 有金生 没来事 喂 当机 跑啊 快跑啊 当机 跑 跑 走啊 当机 开车 别跑 钟声为什么救我们 你认识他 我当然认识他 他不认识我 钟声 浩南哥 浩南哥这么巧 你也来喝酒啊 坐啊 点东西吃 他们刚刚在丹尼仔的厂子 放屎诈吗 差点没命 其实呢 我平时在园英 只是负责处理 法律方面的问题 其他事我很少管 不过这次不一样 你和丹尼仔 都是园英的人 大家都是自己人 有话可以好好说啊 钟声 我不是不想给你面子 不过这次呢 明明就是丹尼仔 有错在先 我在他的厂子 被他的人扭伤脖子 把人交出来就没事了 但是他把芭芭藏起来 这笔账怎么算 就是嘛 区区一个按摩妹都要照 就是不给我们浩南哥面子 那是不是表示 我把芭芭找出来 任由你们处置 这件事就算了 老大 我们挺你 芭芭 你怎么在这儿 我人叫你 浩南哥 你见过芭芭吗 我 我知道我们公司 有不同的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处事方法 不过如果有人 利用这个机会 趁机搞小动作 故意搞事的话 我相信金爷一定很不开心 这件事现在告一段落 爸爸也找回来了 我会在澳门帮他安排工作 他以后不会在香港出现 至于你和丹尼仔的事 就这么算了 你说算就算了 浩南哥 你的脖子好了 是啊 天才 真是被老大玩死了 自己藏着巴巴不说 还有我们搞丹尼的场子 他藏着巴巴 一定有他的计划 不过既然有计划 应该通知我们 方便我们配合嘛 配你个头啊 他就是利用我们 喂 你没有洗干净啊 还有个屎味 没有 很香 对着你吃不下去 为什么我们好像越混越差 那如果跟的是中少这种老大呢 就能发财 别开玩笑了 中少是金爷的干儿子 干的都是大事 我当然知道 处理什么法律文件嘛 可不是吗 全都是英文 你看得懂吗 我不懂 你懂啊 喂 二十六个英文字 我可以倒过来背 随便 喂 你在干什么 没有 我自拍嘛 对了 我看你 做运动的姿势很标准 其实我也想 锻炼一下小老鼠 不叫小老鼠 这个叫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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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 无所谓 总之是这里 是不是只要举铁就可以了 玩哑铃呢 每个教练的说法都不一样 你有没有教练 对 请个教练你就知道了 好香啊 这是什么咖啡 哪产的 什么牌子 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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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人家说呢 是加了奶的咖啡就是辣椅 很多泡的是卡布奇诺 加巧克力的就是莫卡 对不对 对 对 嗯 这什么 Energy bar 吃完是不是有很多Energy 所以你在飞虎队 我能不能吃一个 其实我也想尝尝你的咖啡 我没喝过你这种什么龟温的咖啡 可不可以啊 谢谢 谢谢 礼尚往来我也请你喝点牛奶 嘿 你干什么 我不喝奶 你自己喝 来 来 是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不要让他出来乱跑 你看他拉得到处都是啊 我有劝过他的 三分钟啊 你给我清走这便屎 是 他做飞虎 我做蝉屎飞虎 正常 早啊 卧 干什么 干什么 早就说好了吗 那卧室是你的 客厅是我的 你不是不能用 不过用之前先问过我 那是不是 我想在这儿看电视 或者 想站在窗边看看风景 也要先问你 看风景 这里是安全屋 不是度假屋 还有啊 这张 是贴在 这里的 正常情况下 我不会在这里拉屎 这张图是给你的猫看的 是给你看的吗 其实 它只是这两天 对这里不习惯 才会这样吗 过两天熟了就不会了 还过两天 这样子一破 我第一时间就走了 还过两天 你看你看 你的baby要在水里撒尿 你马上清理干净 你不听话 我都跟你说了 不要乱拉 你怎么就是不听 男商生计了 他是个男的 他很严的 知不知道 嗯 他虽然外表严肃 但是心地很好 嗯 我帮你们买了饭 你拿去吃啊 对 卫生 卫生 麻烦点 我想检查一下袋子 一用品而已 不用了 怕是炸弹嘛 嘿嘿 不是卫生 卫生 我们轻人交代了 任何人上楼 都一定要检查 哎 好不好吧 给你们看看 那 是不是 嘿嘿 喂 先生 不好意思 我想看看你的包 谢谢 刚刚才看过 我没看 不用了 日用品门以妈 行了 不好意思 不是 不用了 麻烦你 不是啊 喂 先生 哎呀 麻烦你 抱歉 怎么了 年纪了 哎 麻烦你了 哎呀 别看了 在这儿扯来扯去 你们搞什么鬼啊 刚刚才检查过吗 还要看 喂 喂喂 你别见 哎 怪不得 你不让我们看 嗯 嗯 哎 不是 是是我老婆 叫我带给 呃 达安娜的 我没有 等一会儿 你打算在这个房子里 穿这件衣服 你打算穿给谁看 我 我 来吧 来吧 嘿 那我是不会看的 给猫看 对 你是穿给猫看的 是吧 是 我叫朱迪帮我买睡衣 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吃不吃饭 吃饭就快点 他不是穿给我看的 是穿给猫看的 好吗 你们之前那两个炸弹 拿去化验了 证实和快餐店 连环炸弹案的制造手法 和成分是一样的 电影仔 是原音其中一个势力 这几次都是炸他的电 那肯定是黑社会内讧 你吃饭的时候 能不能别说话 你喷得到处都是啊 但是在我看来 应该不是黑帮仇事 抓到那两个小混混是原音的人 没线索吗 他们是原音的人 跟着另外一个老大浩男 之前为了抢地盘 跑到丹尼崽的厂子 放屎炸门了 这么恶心 黑社会内讧 事情只会越闹越大 怎么可能 从炸弹退化到放屎炸 我也这么行 没有头绪吗 丹尼崽和原音那帮人 我已经派人去监视了 应该很快有答案 很快 很快是多快 喂 我们在这住了一个多星期了 还有我们住多久 快了 再住一个星期吧 还有这些东西也难吃得要命啊 说真的 在哪买的 不会挺好吃 明门猪排买到 威斯尔你不是吧 外卖也要去那家店买 明门猪排是这样的 烂七八糟的好恶心啊 说句实话 换了是我 我又会用炸弹炸他们的店了 你不能这么说 百货对百客吗 对啊 你看呆呢 吃得多开心 你给他猫粮才也照样吃 而且不是我歧视他 网上也是这么说的 对吧 这是我的手 可不可以还给我 对 吃饭不许说话 想吓死我了 喂 厕所的事查得怎么样 这几天都在安全屋怎么查 你有很多线人吗 你可以问他 你叫我低调一点吗 算了算了 总之这件事一结束 你马上报查 表妹夫 要不是看在亲戚的份上 我真是懒得理你 被人写两句而已吗 干嘛这么小气 表姐啊 这个人没大没小的 你怎么知道是夏季做的 比我高级的 不会做这么卑鄙的事 你在警局 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 就说刚才你弄得我那么尴尬 我都想写你坏话 总之我不管那么多 这件事结束交个名字给我 就算是蒙色做的 他也一定有他的原因 我绝对不会出卖他 算你狠啊 送这么件性感睡衣来阴我 哎 你既然让我帮你买睡衣 难道买件中老年睡衣给你吗 你跟男神同居啊 我是不想拿件旧衣服当睡衣穿 完了 现在大家以为我发骚发浪 你呀 干脆穿着那件性感睡衣 然后敲它防门 之后大战三百回合咯 喂 不跟你说了 耶四儿 你怎么又放他出来啊 你看看 沙发上面全都是他的毛啊 可能是从卧室飘出来的 他会飘到这里 你看看他 他有腿的嘛 我帮你打扫干净 不用 不用 你把这个家伙啊 抓回房间就行了 大人 我大人 你们一个人 我会帮你家伙啊 你家伙啊 自己这儿 你就是 别人干脆 你这个男生 你好 你这个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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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逼我的 咱们赶得不早 只能请你喝酒 多喝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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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汤圆 我们吃早餐了 汤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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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抓不到你 出来 出来 汤圆 乱七八糟的 还给我装缩头乌龟 汤圆 你干吗吓我的猫啊 你看这里 全弄得乱七八糟的 这次怎么算的 又不是你家 干吗这么紧张 汤圆 汤圆 你怎么吐了 不舒服啊 醉了 谁醉了 他喽 昨晚一直炒 就给他喝了点好东西啊 你给他喝酒 你有病啊 你干吗给他喝酒啊 他是猫啊 酒精中毒怎么办 汤圆 你没事吧 怕什么了 都吐出来了 浪费了我的好东西 你个自私鬼 没爱心 没良心 他也是喜欢你 才跑出来黏着你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他 现在我才是受害者 你看 这里乱七八糟 他又到处拉屎 到处撒尿 你才是死 警署二十八楼 男厕所里面的字 是你写的 对不对 名门猪牌在网上的差评 是你给的 对不对 回答我 一个大男人 有什么事你就说 做这么多小动作 这算什么 他瞧你你要毒死他 那猪牌饭难吃你要干吗 做个炸弹炸了他 说不定查出来 炸弹狂徒就是你 我没毒你的猫啊 我也不是炸弹狂徒 OK 我告诉你啊 如果他有什么事 我一定告你 我告你虐处 我告你谋杀 有什么你留着跟法官说 唐月安 妈咪不会让你有事的 不用怕 乖乖 你们两个现在还是目标 出了事怎么办 不是啊 我们不出去的话 才真的会出事 总之我答应你 有我在 我不会让他 还有他的猫出事 好 点对点 三个小时之内 看完兽医马上回安全屋 你得到 好了 走吧 麦顿权 准我带汤元看医生 是我 带你陪他看医生 不过三个小时之内 要回到这里 走吧 汤元 我们去看医生 走 幸好医生说汤元只是被吓到了 你呀知不知道猫喝那么多酒 会死的 三千块 现在猫看医生比人还贵 让医生摸两下 拍了那照片 就要三千块 大姐 喂 饿了 吃饭 这家 又是名门猪排 答应了Madam陈要三个小时之内 回到安全屋的 嘴还这么刁 三千块 猪排入味 饭粒粒分明 嗯 好吃 我要上评分网给他们星星 莫名其妙 猪排饭酱比饭多 咖啡跟洗脚水完全没区别 酱比饭多 你有吃吗 你喝过洗脚水啊 你怎么知道是我 三木嘛 一看就知道是你 我说的是事实 五六十块的猪排饭是这种水平 真是一点诚意都没有啊大姐 我觉得诚意十足 猪排饭一流 不识货别乱说 好 这么难吃的猪排饭 应该跟餐厅一起消失 终于有人说了一句真话出来 不喜欢吃就不要吃 非要影响别人 都给过几次警告 还是不听 应该把他炸了 好 好 你拍什么 你这么喜欢 我捧你做网红啊 删掉 白痴 我叫你删掉 你搞什么呀 喂 你快点回来 还要保护我的 贱男人 是不是这份 是 我查过爆炸案那家餐厅 五年前那个老板 因为急需钱救老婆 就把配方和招牌 卖给了丹尼仔 那丹尼仔还挺厉害的 几年之内开十几家分店 可能有人看不惯丹尼仔 所以搞得 你没吃饭吗 我帮你点 不用了 我不饿 那一会儿出去吃 去哪儿吃啊 有我的份吗 二妹姐 这么巧啊 对了对了 我有事忘了做 要回去处理 下次再吃 好 有事找我 好 谢谢 下次吃 真是的 看见我这么害怕 以后怎么做我女婿啊 不过的汤啊 还得椰核桃包鸡 千万别去这家餐厅啊 很难吃了 你知道 过我二妹姐 有什么不知道的 以前夫妻俩做的时候 出了名的好吃 尤其是猪排饭最好吃 还上过报纸呢 不过现在呢 全都变了 来 喝汤 这里边来 哪里 我在这儿 我去你们 我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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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 我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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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儿 都会有所谓的 都没去 我怕它随时会出现 明白 我马上回去 就是它 跟你一样 不喜欢吃这里的猪排饭 来 这种垃圾饭 哪里是人吃的 以前没开分店的时候 猪排饭比现在好吃多了 以前吃过吗 吃过好吃多了 你知不知道猪排饭的精髓是什么 猪排 米饭 以前的猪排饭 用陶瓷碗装 猪排切成熟 饭炒好之后 放酱汁烤个十五分钟 再看现在 用喷枪随便烤一下 九碗猪排饭 你也说的是以前 现在工资材料都涨价了 猪肉一百块一斤 如果这点坚持都守不住 有什么资格卖猪排饭 说得好 这才是人应该说的话 你放心 这番话呢 我帮你发扬光大 你就是三 你就是猪排大王 真是同道同工人 你是把西贡呢 有一家隐式的猪排饭 用黑毛猪做的 米饭用山泉水煮 你没吃过 很好吃的 绝对不会有以前的猪排饭好吃 不会呀 十个人吃过 十个人都说好吃 我敢这么说 就算名门猪排 以前的厨师做 都没那么好吃 我不信 以前的名门猪排饭 一定是最好吃 择日不如壮日 我今天开车了 我带你过去尝尝 我也去 去什么去 你回家喂你的猫啊 走 平时的我很少带人 去吃好东西 我就去尝尝多好吃 wo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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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are you doing 跟你们吃好东西 你跟我们两个男人 合得来吗 我跟你合不来吗 没有 OK 汤圆 这家店开了多久啊 有段时间了 不过可能地方太偏僻 所以没什么人知道 你啊 以前去过没有 哦 没有 如果去过 也不用跟你们去了 我是问 以前旧的那家名门猪排 没什么印象 应该没有 哎 所有的猪排饭都差不多 不一样啊 哦 我吃东西很随便的 总之有猪排 有饭就行了 不像有的人 嘴那么低 喂 你干嘛 你吓到汤圆了 你吃过那个山泉水黑毛猪猪排饭之后呢 我保证你这辈子都难忘 干嘛 找我吃饭 怎么这么久还没到啊 当你吃过那家猪排饭之后 你就知道 明所和丹娜跟炸弹红图在一起 开地图 你一直开到三号公路 那里有块坑地 我们在那儿回合 我马上过去支援你 尽量拖延时间 全部跟我走 喂 你怎么不走那边 那边才是去西贡的 你知道什么 我当然知道 你闭嘴好不好 你们两个闭嘴 我知道你们两个没能后信 骗我去吃猪排饭 目的只想引开我 你干嘛骗人啊 你呀 还不如他 现在的名门猪排饭那么难吃 你还每天去吃 做人一点要求都没有 黑白不分 你怎么当警察 你知道我是警察 哦 你 你就是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 上次没炸死你们 算你们走运 我要跟你们同归于尽 嗯 放心 你们还有时间 我要先去一个地方 这家店是我和老婆开的第一家店 你干什么 喂 你能不能别给这么多戏啊 他会来这么有纪念意义的地方 就说明他跟我们都要死了 人终有一死 你知不知道我老婆怎么死的 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不想死 我这辈子只拍过三次图 三次都是失败收场 我不想 我不想什么都没做之前就死了 就算成功了又怎么样 最后还不是一样被人抢走 当初我和我老婆 在这儿研制着猪排饭的秘方 一起开店打响招牌 我也以为我很成功 前一阵子我老婆的身体越来越扯了 他在临死之前跟我说 想再吃一次我们一起研制的招牌猪排饭 那个时候我才知道 原来所有东西都变了 我老婆到临死那天 都吃不到她最喜欢吃的猪排饭啊 那 那云有头债有主 爹里再做不好 你去找她报仇哦 所以我要炸了她的店 上次都怪你们挨手挨脚的 我明白 你放不下你老婆 你想为她做点事情吗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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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卖猪排饭啊 为什么你不出来卖猪排饭呢 把这个秘方发扬光大 这个猪排饭 是你和你老婆的心血 是你们的共同回忆 如果就这么没了 以后没人能吃到 你老婆会开心吗 老婆 对不起 你要是你们 要不是你们 我连我老婆最后的回忆都保不住 我明白 帮我找两个人 守住街味 两个人帮我疏散市民 两次跟我来 谢谢 还有遥控器 谁看清楚你 不用 骗我 我把我的心动 别动 别动 抓我 我准备一切死了 引爆器坏了 炸弹就会倒数 停不了了 习惯了 一个人的生活 没什么都习惯 每天星辰塞满 到很晚朋友们的聚餐 不顾单做什么自己喜欢 都习惯 快乐感动和浪漫 都渐渐的遗忘 当初的幸福到现在 却只能 说散就散 我知道再不敢 时间过了就会习惯 眼泪不停的流下来 才发现我受了伤 让自己在太浪漫 真心心里还要加